其陪葬品当然也是无比的奢华 金银珠宝字不必多说 仅慈禧出病时的规模 一般皇帝都是比不了的 无数的纸人和纸马 更是震撼了不少人 这么高调的下葬 那必然是被不少人盯上了 大清朝在的时候 盗墓贼们都忌惮 不敢去盗 但一旦大清朝灭了之后 胆大的人可就不管了 慈禧生前最喜欢的就是翡翠 其中就有一对翡翠西瓜 慈禧非常的喜爱 专门命人三班倒 24小时看护 可见其重视程度 他死了之后 这两个翡翠西瓜 自然是要跟着主子去地下的 据史书记载 这两个翡翠西瓜 就放在慈禧的两个脚边 寓意就是非仙吉祥 李莲英在爱月轩笔记中 也专门提到了此物 一个220万两白银 两个就是400多万两白银 如果用购买力而换算 现在只6亿 不久之后 孙殿英公然到了慈禧幕 将里面拿了个金光 事发后 为了保命 他又将这些财宝散了出去 至于每个宝物都在谁手上 这个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但是 这两个翡翠西瓜中的一个 现如今已经被找到 在美国的一家博物馆 曾经有人前往交涉 但是失败了 其实很正常 首先 这不说是他们抢的 而是买的 你一句话就要回去 也不是很现实 至于另一个翡翠西瓜 至今还不知所踪 只知道 在那段历史中 能拿到这样宝物的人 也不是一般人 了吗 最后会刷复 now 哪里